大家好,我是宁臻律师 转眼间距离年底的大选呢,就只剩没几天了 那么这次选举和以往选举最大的不同之处呢 就是除了公投榜大选以外呢 公投的题目竟然还高达了十个题目之多哦 而在这次的公投题目里面呢 最广泛受到关注和探讨的议题 就是同性婚姻到底应不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了 所以呢,今天营律律师也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究竟同性婚姻应不应该合法化呢 在这边要先声明一下 这里所指的婚姻是指民法婚姻的制度和内涵 并不包含民法婚姻以外的制度 譬如说像是同居制啊或者是伴侣制啊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像婚姻 可是实际上却不是婚姻的制度 关于同婚到底应不应该合法化的各方说法 包括正方的说法 比如说从宪宝角度出发啦 还是从人权角度出发啦 还是反方的说法 比如说像是通过同婚啊 世界会毁灭啊 地球会灭绝 人类会灭亡等等的这样子的说法 我想大家都已经接收到太多太多这样子的资讯 已经听到你也看到你了 所以呢我今天并不打算老调重谈喔 我今天要谈的是从经济面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同性婚姻到底能不能帮台湾拼经济呢 好那也许有人会好奇喔 为什么谈同性婚姻合法的问题 会谈到要拼经济去了 大家只要注意一下台湾的选举语言 除了后母后跟动算这几个字以外呢 其贵定手中 其贵定手中 其贵考案者 让定手中高标当选 好不好 好 张立山 动算 张立山 动算 最常听到的就是拼经济这三个字了 无论什么职位的候选人啊 只要出来选一定就会谈到要拼经济 或者是A候选人要攻击B候选人 还是在野党要攻击执政党的话 只要说出拼经济都来不及了 还在搞这个什么政策 就很容易得到选民的认同 全部要拼经济 再也不要政治 由此可知呢 在台湾到底会不会拼经济 对选民来说真的很重要 也就是说要赢得一场选举的关键 就是看你到底会不会拼经济 那么到底要怎么知道 同性婚姻会不会有拼经济这样子的效果呢 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结婚是要花钱的嘛 那么要花钱的地方 一定就会有经济效益产生 以经济部商业司在2016年所做的调查发现 在台湾平均每对新人会花74.5万元 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只要同性婚姻合法化所引起的结婚热潮 一定会带动相关的花费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而这个经济效益呢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呢 林真律师本着法律人实事求是的精神 硬是帮大家算得出来 根据美国生物学家金赛博士 在1948年所做的一项调查 同性恋人口在全体人类中所占的比率大约有10% 虽然后来的研究发现并没有到达10%那么高 可是呢因为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啦 包括你取样的对象啦 问题的设计啦 以及是否担心外界的眼光啊 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包容程度等等 研究的结果会有所误差哦 所以目前呢世界各国所统计的同性恋人口的比例呢 从比较低的一点多%到比较高的十几% 都有这样子的数字出现哦 所以呢我们很难有一个正确的数字 来跟我们讲同性恋人口大概占了多少哦 我们只能取一个折中的数字 所以呢我就比较保守一点 暂且以5%的数字来计算 以内政部统计 2016年台湾呢就有440万个是婚但是不婚的人口 这些人口当中当然包含了许多想结婚 但是不能够结婚的同志族群 以同志族群占人口5%来计算 就可以得出有22万个不婚的同性恋人口 如果这22万人都可以结婚的话 那么就可以举办11万场婚礼 以每场婚礼平均花费14.5万人来计算 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话 光是结婚这件事情 就可以产生819.5亿的经济效益 819.5亿呢 虽然是不能够买下一艘航空母舰啊 100亿可以买多少航空母舰 可是那也是将近188万人口的台南市 一整个年度的总预算金额 而且现在很多候选人不是一直猛打着 要增加就业机会的经济牌吗 包括什么要创立这个青年创业基金啊 还是要盖科学园区啊 工业园区等等的 可是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话 光是这11万场婚礼所引发的周边效益 包含了婚礼所需要的婚纱业者啦 或者是度蜜月所需要的旅游业者啦 采买东西所需要的百货业者啦 办喜宴所需要的餐厅饭店等等 这些引发的效益 难道就不会带动起年轻人的就业集会吗 而这种完全零污染又不用编列预算的商机 大家难道不想试试看吗 再来哦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台湾最主要的购物理由 就是结婚 根据报导呢 有六成二的民众 是因为结婚才去购买房屋的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啊 因为结婚嘛 家里多了一个人 那就有人可以一起付房贷啦 而且呢 结婚以后就会有家的感觉 有家的感觉 自然就会引起你想购买 属于一栋自己房屋的欲望 不然顾家拐人的住哪里都没有差啊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多了这十一万对同志的结婚人口呢 你说房价地价会不会因此而上涨呢 会不会因此而带动起相关的房仲业建筑业的发展呢 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 会不会因此就增加就业人口呢 好啦那我跟大家讲了那么多同婚可以拼经济的话题 很多人可能以为我是在乱掰在好小 你就是在好小 没有哦 虽然我引的数字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精确 可是同婚是可以拼经济 这件事情在国外是已经被认真过了 澳洲同婚将合法 同婚商机首年估达156亿 让同性结婚人权经济兼得 美国三年可能新增170.5亿婚礼商机 所以各位长辈们 各位反对同婚的人士们 你们真的要跟台湾的经济过不去吗 你们真的要跟台湾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创业机会过不去吗 你们真的要跟你们付了大半辈子的房贷 好不容易可以坐等上涨的房价地价过不去吗 当你的儿子孙子未来找不到工作 在家里当啃老族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想到 也许就是当年你不同意同性婚姻合法 让他们找不到工作机会 而因此埋怨你呢 再多想两分钟 你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们讲到这边 结论已经很明显了 挺同婚等于拼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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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3 14 15号议案一起投同一票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